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 如果一部耳机将人的魂所发出的声音音程调高 就会令耳机变为一个穿窿的容器 将诗歌所隐藏的一切 包括圣灵的声音 恩赐 恩膏 感力 神迹 医治 全部流走 因为人的悟性 即魂的部分被刺激 就会产生人思想的声音 情绪的声音 当你进行恩赐运作的时候 就会产生联想 运用信心的时候 就会产生怀疑 所以 这些诗歌只会令人越来越无法听到圣灵的声音 但日华牧师指出 如果适当地调低人的魂专用的音域 不单止可以令人更轻易听到神的声音 也会令歌曲出现灵静感 令耳机所播放的音色不单止澎湃 更有灵静的贵气感觉 与此同时 圣灵也能够和人沟通 而营造这种灵静的方法 就是调低歌曲里面所有人声 乐器 甚至环境声音里面 能够激发人的魂的音情 让人的魂感觉灵静 这一点和坊间斗大声的编曲手法刚好相反 所以 人们听起来 就会觉得石安新歌和石安剑耳机 有宁静的贵气感觉 同时 如果调音师懂得使用上位调音棉的方式 调低激发人的魂的音域音量 就会令耳机的整体音色更佳 可谓一箭双雕 一举两得